哈囉,大家好 我們先前有教各位要怎麼將LINE的聊天訊息進行備份和轉移嘛 不過有不少網友都在下面留言說他在備份的時候遇到失敗的問題 就是你點選備份到雲端硬碟的時候就跳出備份失敗的訊息 那這又是怎麼回事呢? 很多人也上網爬文,結果大家都是跟你講說 請你確認一下你的網路連線是不是正常的啊 你的LINE有沒有更新到最新版本啊 以及你的雲端硬碟空間是不是足夠等等嘛 可是明明就都沒有這些問題啊 可是我的LINE呢,就是一直備份失敗 即使我有好幾個LINE的帳號 在做一些手機測試的時候呢 我LINE的帳號也是會轉來轉去的 那我就在這邊跟大家說 其實大家遇到的問題呢,我也通通都有遇到 那根據我的經驗來講呢 確實你的Panel是沒有錯的 你的網路並沒有問題 你的LINE的版本沒有問題 你的雲端硬碟也沒有問題 所以就是LINE的問題 要解決的方式呢,也非常簡單粗保 就是一直重試 一直點,一直點,一直點 一直試,試到他備份成功為止 就像你們在影片左右側看到我 一個備份,一個失敗 一直點,一直點,一直點 稍微有點耐心他就會成功了 像我影片這一次呢,是我試過最久的一次 那大概是點了三分鐘左右 才終於備份成功 我不曉得大家當時備份失敗是有嘗試過幾次啊 但有時候真的運氣不好 就是要試這麼久 運氣好的話可能點個五六次就成功了 也說不定 那這個影片其實沒有什麼價值吧 就是告訴各位說 這個出現備份失敗呢 然後你發現網路沒問題啊 雲端硬碟沒問題啊 那就是一直試就對了 沒有其他方法了 不過在我拍這個影片的時候呢 LINE的伺服器好像是有 變得比較穩定一些啊 像我前面這台手機 我剛剛點備份的時候呢 它就是一次都成功了 說不定這個問題現在也已經被LINE修復了啦 總之就是跟各位說 如果你遇到這個狀況呢 不用懷疑就是一直試就對了 一直試覺得可以備份成功 只是時間長的問題 OK那影片就到這邊了 我是愛蓁 謝謝你的觀看